值得來嗎這邊 呃 吼起來 跑步在下山 唉 不管前面那一段怎麼樣 哈哈哈哈 都說不出來了 揮手一下 耶 這麼動起來 這麼動起來 對對對 我看到啦 西風 那我們前天就來埔里的一個清靈女色住 那因為明天要很早很早起 所以晚安啦 第二次來到這裡 7點36起燈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北方我們拍得很好看 所以啊這一段我就不加以贅述啦好不好 有興趣的話 點選上面的連結 那我們就瞬間的到北方 我們到達時間是9點15分 然後所以是比上次快超多的 現在是9點36分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何歡西 然後非常感謝Alan 幫我揹拱拍機 我本來想說 我看大姐 對我真的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這一陣子沒有好的練習 你聽吧 哈哈哈哈 你跟他拉一包 十分消耗體力 一般山友 健行時間需要12到18小時 哇哇哇哇哇哇哇 掰掰 掰掰 經過2.4公里有這種 有沒有 上次好天氣的時候有拍到 來來來來 第一個 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下 第一個下 這就是鬼斧神功啊 2.6 其實2.3到2.6就 這中 然後眼前 2.7在這邊 眼前就是穿越森林 欸我們剛剛是從那邊翻過來嘛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有沒有 大家看一下 我們從這邊翻過來 切下來 然後要進去 然後 因為下過雨 所以有這個 在泥巴 小心喔 Aless這裡可能會好 好 來3公里處小小的分享一下 稍早的時候有遇到一對 那個老夫妻 他說他們很想往那邊走 但是評估一下他們體力不行 就會往回走 那我覺得他的分享啊 就是還蠻適用的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們常講 山就在那邊 阿你評估一下 如果 真的不行 因為你的身體是你最知道的嘛 好 3.1公里處 來看好 就 開始有點往下 有沒有 好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沿路一直 過去 所以剛剛講的 怎麼下去 等一下就怎麼回來 我們剛稍坐停留 然後拍了一個很美的全景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看完之後啊 我們就會往這邊下去有沒有 然後穿過森林 好 來 然後再往那個 這一條 再過去 再上去 再上去 哇 這條 哇 好 這樣一路下來啊 都是這種走山林 那為什麼有這個白線 就是以防大家會往這邊走 然後反正我們就順著小路走 然後反正我們就順著小路走 因為山上迷路 其實還蠻恐怖的 其實還蠻恐怖的 3.9K 不用懷疑 往上爬 好 目前是11點 然後我們選在這個地方 就是吃個午餐 東北燒餅 先給他看一下 東北燒餅 哇 這個很棒 來看一下 哇這是紅豆的 對 我們早上的那個什麼 蔥的那個吃掉了 喔蔥真的很好吃 然後蘋果嘛 還有這個 我真的很推薦 這個果凍很好吃 但是今天忘記帶湯匙 呵呵 然後南瓜 麵包 還是一樣 很平常的咖啡 好 剛剛在4公里處吃午餐 我們就是 再往前走 4.4公里 喔喔喔喔 他們也是下來的啦 等一下偷偷問一下他們的心得 感覺很厲害耶 哇太好了 你們好強喔 對啊 回程了 大概幾點 五點 從北風那邊大概六點半七點 啊 洗燈口應該是幾點 洗燈口大概 兩三點 兩三點 快三點 待了很久 喔喔喔喔喔 沒有那麼久 哇塞 果然是厲害厲害 可是後面一段的路很稀滑 後面一段路是不是 對就是尤其是往西風撞到下 但那個石頭是超滑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下 好啊好啊 可是西風那邊會有一點點起霧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的話就是快點上去 好啊 了解了 後面等一下我們還沒走到山下 他們已經下來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但你們身體好乾淨喔 我們都已經這樣子了 哈哈 我的雨褲脫掉了啦 喔難怪難怪 你們那邊真的超泥的 就小心一下 好啊 不好意思我有一個頻道 所以我會把 如果你們建議的話我就不露臉 然後我可能會把你們這段分享放在我的頻道 可以啊可以啊 好啊好啊謝謝 加油 拜拜 拜拜 你們超厲害的 揮手一下 哈哈哈哈 耶 最後都動起來 最後都動起來 對對對 經過4.7之後 就是這種的 很滑 滿有繩子可以讓 看野挑戰賽 對 過4.8就是這種的 唉 就是要爬 然後 跟你們說這個真的很滑 這個 非常滑 所以記得戴手套 好來 各位夥伴看一下 經過5.2不久 然後 好 Alan已經示範 然後你看到他會這樣下去 鐵下去 你知道我們剛剛休息一下 然後往回頭看 你知道走這種高山啊 最迷人就是 你看 這些都是我們走過的耶 不是到那邊喔 是到那邊 5.6K 剩下一公里 遇到好心的山友提醒我們 最後一個山頭 抖下 GO 抖下就沒空了啦 不用裝外套 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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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來一次就夠了 我真的來一次 真的來一次 我又來過 這小片要好好拍 因為不會再來了 這個劍也很好耶 謝謝謝謝 你知道我問過好幾個都是這樣子 謝謝謝謝 阿小心 阿小心好 謝謝 6K 我們到了6K了 看一下6K有什麼 看一下6K有什麼 6K還有這種 跟大家說一下到目前為止的心得 坦白說我的體力 跟耐力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過 5.9K 就真的是最後這一公里 然後 不知道耶 可能是 剛剛有在前面滑倒一下 然後就整個很不舒服 剛剛那一段真的是 來 6.6 6.6 還有這一段 還有這一段 我跟大家說 最後一公尺阿 我覺得是真的是 人最累的 因為這種感覺好像 你在憋尿有沒有 那你就一心想要找廁所 然後其實你都憋得住 可是快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快忍不住了 就是這種道理 哇塞 有點想哭耶 想哭是什麼 想不想他再走回去 哇 我看到啦 西風 看到這裡的網友也先不要 先不要掛斷 先不要按叉叉 也不要按上一頁 來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等一下回程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就是 什麼時候會到 然後這個影片讓你知道說 如果你真的要來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幾點出發 跟幾點到這裡 會比較合適 好 空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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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飛走了 遇到山友很可愛 咦 怎麼沒看到他們 就是可能在庫裡裡吧 喔 喔 來了來了 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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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在下山 他們心裡已經想說 誰能跑起來了 為什麼不行 我們就跑上來了 誰能要跑的 哈哈 那 好啦那我們先走了 好 很高興認識你們 拜拜 拜拜 我該不會走到那邊 你叫我跑回去吧 好 好 你看你 好可怕 拜拜 拜拜 謝謝你們 拜拜 好現在啊就是回程了 然後剛剛那些山友 真的是太可愛了 而且剛剛叫我們跑起來 那一位 我覺得他體力超好的 人也很好給我們東西吃 其實如果有看到這個影片的那一位活力的小姐 在下面留言囉 好 那因為我們一點半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 那最後最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回程的感覺 跟回程什麼時候 好 這個就不贅述了 Let's go 本來是想要跳到終點 但是我覺得這一段真的要講一下 不管前面那一段怎麼樣 哈哈哈哈 都說不出來了 這一段真的 這個 真的我只能說為什麼會這麼累的原因是 當你很累很累的時候有沒有 走到這邊的時候 唉 看到這些 你就心想說 哇怎麼這麼累 太不像話了吧 你看 難怪 剛剛回程的人都是厭世裡 今天不是北溪峰欸 是北溪北峰 我們攻頂兩次 北峰 後面那一組也崩潰了 後面那一組 6點17 其中有幾個想特別請你們注意一下 過5點 天氣會比較熱 不是 天氣會比較冷 而且很冷 然後再來就是 你看我們都戴頭燈了 所以 對頭燈如果 比較晚出發 頭燈一定要戴著 好 那就是先這樣囉 下次見